一人的喜乐就在于无亏良心的名正 保守你的良心清白 你就必快乐 无亏的良心能担当重负 当你受攻击时 他会激励你 良心有亏尝试畏惧不安 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 你就睡得香甜 坏人永不得争快乐 他们没有平安 耶和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若是他们说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你不要相信他们 神的怒气有一天要使之震惊 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终归消灭化为无有 世人的称赞是短暂的 并常有忧愁伴随着 一人的荣耀是在他们的良心里 不在别人的口头评论上 凡追求命运好转 或是不从心中轻看名声的人 显明他们对天上的事很少注意 世上最平稳安静的人 就是那不在意人的称赞 或人的吹毛求疵 被人吹捧并不能使你更加圣洁 被人抹黑 也不能使你变坏 你就是你 人的言语不能改变你的光景 神知道你是怎样的 如果你实在深晓了你里面的人怎样 你可不管人家对你怎样批评了 人留意行动 但神对你的意向做出评价 你不寻求命运好转 便显示你已经把自己交托给神了 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成为神的朋友 不再做世上情欲的奴隶 这是属灵人的名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